哈喽,我是沃娜 好几天没我跟您视频特别抱歉 这几天都在跟装修公司沟通这个房屋改造细节 这个房子是我2019年买的 去年交的房 然后刚交房了就急急忙忙的装修了 但是装修好了之后就有很多问题 很多东西不符合产理要改的 之前本来说把这个房子给我哥哥的 后来仔细一下 不行 因为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啊 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日常被吹婚是一件事情 再加上我现在养了王妇过 在家里面的话 父母不是很喜欢因为狗狗嘛 不是特别爱干净 那么有一个套自己的房子 无论大小起码是自己的窝 当我被别人嫌弃 当我跟家人吵架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归属地了 所以后来再三考虑 还是决定重新装一下 把一些我觉得不合理的东西拆掉 我的隔壁邻居现在还开始动工 我也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这么着急动工 完全可以等他们全部把房子装就好了 参考了之后再来动工的 我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房子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怎么改 或者是一个鞋柜 鞋柜的话这边是有一个花样鞋凳 然后这边来的时候是有一个酒柜 厨房的话是这样子的 这个房间的话本来是一个三四的 但是被我改成两四了 我原本是打算用个房间做衣帽间的 但它的衣帽间做出来不太理想 然后主卧的话这边打算是放一个浴缸的 但是发现浴缸在主卧里面也不太理想 所以年轻人的想法是天马行空 现实真的是很骨感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现在是怎么样的改动 这个鞋柜要拆 然后这里的话要做一个化鞋凳的地方 然后这边直接拉通 不用做这种大门了 然后在这个门后的话会设计一个镜子 这个要拆掉 我之前原本打算把酒柜挪到这边来 刚好可以挡这个板的 但是因为现在吊顶全部做好了 如果改这个酒柜的位置的话 吊顶就全部要拆 费用比较大就算了 柜子的话还是做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酒柜确实很丑啊 重新找了一些比较时善一点的图 重新做 这酒柜要全部拆掉 那么这个墙的话后期只有挂画了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背景墙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改的话又需要费用 所以就这样了 这个灯的话是装修公司送的 当时是我选的图 我当时在图片上看着觉得挺好看的 但现在实图看一下也觉得好一般哦 特别不好看 没有那种西底灯好看 电磁墙的话就做一个 这种线条的一个设计就行了 还是刷的是乳胶切 这个柜子就取掉了 然后本来之前是打算在这里做个健身区域的 会有一面大镜子 但是现在觉得这不太理想 所以这个镜子拆了 健身区域也不白了 这里本来不是有度强的吗 然后被我全部打掉了 然后就准备在这里做一个置物柜 然后从开门的时候 看过来的话 这边是个置物柜 然后的话这上面想做到顶 做个吊柜 然后下面的话再做一个书柜 平时如果说我自己化妆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化的 他们有的人建议我在这边做一个柜子 但是我现在不太想打着上窗户 因为这张窗户已经做好了 就不改了 但是这个吊顶的话还是要改 如果做置物柜的吊顶 还是要改一下的 厨房的极限罩我是宣买的 但是呢 它这个水槽的位置很不理想 它刚好挨着罩口 如果这方面来放一些微波炉的之类的话 整个操作台面特别小 然后现在就是把这个改了 水电全部挪在这个后面倒置的这个阳台上面去 这个不要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推拉窗 然后预计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空间不是很大 会做一个从这里弧形沿过来 做一个比外面小八公分的一个洗菜盆 洗菜盆旁边的话是一个洗衣服的盆子 然后这边放洗衣机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拉式的洗衣机 不太喜欢那种香肉式洗衣机 所以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洗衣机就好了 这样的话我整个的操作台就会变得特别的大 但是这洗菜比较麻烦 要去这里洗 整体的厨房就是特别的长了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 然后晾衣服的话是在这里打算做一个晾衣杆 然后这个位置之前本来是打算放洗衣机的 所以说像这个热水器安装到这里了 这个位置没办法改了 然后但是这里到时候可以放一个置物架嘛 在这个洗菜盆改掉的情况下来 这边我就做个拉栏 拉东西的 我买的是带烤箱跟洗碗机的集成罩 我还没用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集成罩好像是接近五千块 然后到时候研究一下吧 上面吊柜的话我是打算做那个 看能不能把这个板子取了 然后做一个拉出来的一个植物架 然后厨房的话基本上就这样的 然后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卧室哈 卧室本来的这个室卧的门在这里的 但当时想做一个错层床的话 就把门移到这边来了 那么现在入门口的话 踏自己做个飘窗 这个飘窗的话因为考虑到安全原因 这个飘窗全部要打掉 打掉作为一个正常的门 所以这个房间的话衣柜全拆 线路要全部走过 这个房间改动挺大的 但是这都不是大事 最大的是这个 这个衣帽间哈 那么这边本身有堵门被封住了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堵门要从这里重新开 重新开的情况下的话 这边的话就会封住了 这边又要重新窃墙 然后这个浴缸的话 就白白的牺牲了 我准备来回家腌腊肉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做一个柜体 柜体坐过来 坐过来厕所门的话还是正常开 这个厕所会改的特别小了 就还是单是麻雀薛小 我这样俱全 该有的东西有用 然后这个房间其实本来就小 但是考虑到主卧的舒适性 所以我还是打算从这里延伸出去40公分 在这边做一个柜子 进门口这里的话做一排衣柜 然后这个房间很小的情况下的话 就放一张小一点的床 然后这边做个柜子 绰绰有余了 然后这个房间有个窗户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的 这个窗户的话后期也要改 全部都要改成这样的 或者一样的窗户了 我不知道你们做窗户是多少钱 就我现在目前这个窗户是落地窗 它给我的价格是480 但是很多朋友过来看过都说我这个材质 材质太差劲了 不值480 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 这个杀窗也没有 厕所之前的空调是放到那个位置的 我不知道我的装修公司是怎么想的 他可能是想我一边泡着浴缸 一边吹着空调吧 然后现在空调要全部挪在这个位置来 然后这边要做一个集成吊顶啊 做下水排水全部要拆 额暖石全部拆掉 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再说一下卫生间哈 我当时是想说买个大点的柜子 因为我平时喜欢拍照嘛 其实还那个嘛 结果发现根本不实用 不用买这么大柜子 而且这个 啊 这能放什么东西 什么都不能放 而且还是要买那种多功能的水龙头 可以抽出来 洗漱台比较方便 这原本是打算按一个智能马桶的 但现在不是改成两位了吗 所以说这边改成吞便 这个全部要挖掉 又是1500的招架 唉 然后我们的正吞便的话 是一个小学 我们的旁边还有一个学校 听说这边哪里要进一个医院 啊所以后期的话 这边发展的话 可能会发展得起来吧 但现在的话 还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 毕竟你看 那边那边都只有场 那现在油菜花看着好漂亮哦 嗯风景是不错的 只不过我不知道 我这个落地玻璃安不安全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楼上哈 楼上是在外墙做了一个啊 晾衣杆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安全 因为太高层了 风比较大 再加上水的话会滴到楼下去 哇 看着楼上感觉好慌哦 我这边的话就不适合做了 因为我这个是落地窗 是推拉窗不是平台窗 目前的房子改动就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要去跟装修公司签合同 把围款付了 然后把房子改过来 我真的是能够折腾的呀 给大家看一下 到那个阳台的话是花了3600多 这个衣柜的话是花了 就是他说他花了2万多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价格的话就算他的了 然后这就是更改的一些东西 其实对这个价格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然后总价的话是本来是2万8千多的 然后弹好了是2万3千多 余款的一个2万多没付 然后现在就是总共的是4万5 我把房子改好 然后现在就准备签字了 那你先签 那你砍了好几块工啊 现在把尾款的2万多交了 然后这两天就准备整改了 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 对于一个长期在我旅行人来说 装修方面 入住条件方面真的是一窍不同 一踩一个坑啊 那么现在跟大家说下我的装修费用 最初的装修费用预计在9万2左右 那么现在要改动的话 一贵那边接近1万6、2万是由装修公司承担 其他的改动由我承担 大概改动下来也就3万块钱 所以目前总共这个房子 我可能会在12万左右把硬装装好 能装好就行了 我都不要太大的要求了 因为最近的话要准备出行了 所以希望您尽早就把这些琐事解决完 后期的一些装修细节的话 我会交给我家人去接一分 这次有了经验 那么下次就好了